全風,鎮住邪惡裂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半 喬理龍毛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合掌 客家佬,牛精文,燕雞,大咪,啤梨 好,回來是第四節的現代蠔合掌 我是啤梨 燕雞,客家佬 我講笑話這麼好笑 如果我真的在我們bonus check 說的話 我做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支持 沒有付錢的訂戶,就真的看不到bonus check 如果沒有付錢,叫朋友下載給你看 就死全家講完 因為我這一招都很多人 因此過來付錢,說怕了我 為了聽幾次節目,又要死全家 又要兒子拿二童癌病基金,收積到38磅 實在太過痛苦了 不過到時我們正在這裡 正式開了的時候方便很多 直接上來,即時開戶口 我可以透露 我們receptionist,是很冷靚的 也是我們節目主持人之一 也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條女 不過我喜歡太多女 所以我都不忘記了 好了,近日呢 我看到我們的Facebook 我們朋友說 即是阿世姜上的南皮書 就很冷靚,要掛一條男 掛一條什麼男 叫做Garrick Chui 即是在Facebook上圓副那個 首先,大家如果知道 他怎樣圓副 不用我講了,我當有很多人未聽過 我們先講一下背景 這個叫做Garrick Chui 不知道Garrick還是Garrick Garrick Garrick 即是Garrick 就變成Facebook專頁 他是做一個金融財進的 其實就是什麼呢 炒倫敦金 炒倫敦金是一件什麼事呢 我們先講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騙人 其實幾十年來都有 炒倫敦金 其實今天我們現場的嘉賓 有些做財經的朋友 炒倫敦金這件事 大家心中都 根本一講倫敦金 都知道是什麼事 如果要去投資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 不知為什麼呢 太陽底下無紳士 騙了幾十年 那有沒有人在這樣賺錢 其實是有的 但是在這裏想 他是怎樣做事呢 先播一下相片 Facebook的Status 他一邊說播 現在我們看到的相片 他又會這樣說 你兩三秒就換一張相片 不懂得用老賺錢 去做死一輩子 我幾分鐘就是 去幾年勞動的報酬 這些就是窮人 和有錢人的分別 這些白癡 跟我賺錢好過 洗腦那麼辛苦嗎 吃力討好嗎 我就嘆 我見到你們這樣 我就哭 我真的同情這些 不懂得賺錢的人 OK 都真的超人認識 下一個人有沒有看過 這個Pose 沒有 沒有 這些人 我們先講講他的語錄 然後先評一下 為甚麼會有這些人 其實 幾類似我們自己一班朋友 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尤其會說過份過頭的說話 但是說過頭的說話 其實很多時候是自己玩的時候說的 譬如 賭錢玩粗錢 贏了一個朋友幾千零 他想了很難不及的時候 那些錢多了 用不用 不用 不斷撥啊 明天買一隻標 你有沒有錢搭車 其實是自己玩的 因為有些過頭的說話 真的不能說的 我們覺得 那他繼續說甚麼呢 香港小姐10A DGS劍橋仙900元 不如跟我炒一個小時 也不像這個價 我看他做港姐 都是賣蟹吊金龜的 十憂又怎樣 讀書到最後出來 豈不是又是要賺錢 我不用讀 都賺得多過你 你拋那麼多時間 讀那麼多書 有差用嗎 金融才是發達的不易之選 他的語錄其實很多 OK 我的錢開始多得不知怎樣用 所以我決定 捐自己十分一的身家出來 幫那些貧富孤兒 讓他們大陸可以加入我的團隊 不用跟著他的賤種 乞丐老爸老媽乞食 這麼混蛋 還未夠 我發現香港人是仇苦 因為他被人屌 在Facebook上 因為炒金一個月 收入等於他們幾年的收入 所以妒忌人 如果不想輸給人 就要用腦食腦學求資 不是就要付出勞力做地盤 撿紙皮 做搬運 成為社會的低下階層 那些正常人 都沒有辦法 才不屌他 我覺得很好笑 我看Facebook 真的有些人截圖給我看 很多支持者 我們這裡有記 就真的進去Facebook 跟他鬥屌 或者在問他 假裝他搵食 這麼好心機 都是我們講話大哥 過想人 屌就搞糕他 就叫他老闆 他老闆 但可能覺得他老闆 覺得這麼聰明 因為我們才分析 另外他還很開心 又拍下 收工沒工作 去背沙瓦買房子 三千多萬 這些就是他現在的照片 這不是他的同事 他鋪了大量的照片 拿一塊錢 反了半日工 就是這麼多錢 很多類似這些照片 繼續去吧 拍下他們的平時 下班就去喝酒 一輩子兄弟 沒有所謂的 青年才盡 剛才我所說 就說 三千五百萬貝沙瓦 試鏈彈 買一間來 用來擺鞋 擺模型也不錯 拍下兩架 擺明是有太的奔尼 和舊款的奔尼車 又說 買哪一架好呢 買一架 當然叫我老爸自己去選 我真的很想 笑出來 香港沒有那兩個奔尼 是呀 屌你老媽媽 屌你老媽媽 好了 他用這個方法 阿家佬 你大概知道我在說 一個什麼屌老財 一個什麼人 屌你老媽媽 你覺得是這樣懸負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苦呢 首先 當然 有錢就不用 灑東西 這些就是 低能 低能 不是這樣說 如果我們這些最好 我們人生最好就是 發達 沒有人知道 最好就是老婆 OK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是 好像新的代人 喜歡懸負 你只想想想 以前我們那些人 有錢到不得了也好 可能開頭 真是步伐的時候 會懸負 今次是全部低調 最好沒有人認識 一定是 但是現在 我們社會是流行懸負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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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誇張 我真的認識一些朋友 去投資 是一種手法 因為這個世界上 你聽現代豪俠傳的人 你有一定的智慧 起碼吸收到我們所說的 有共同的信念 或者相近的想法 否則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多人 很容易騙的 如果特別我上星期講過 我們的節目最多是 初中生和小學生 你們更加要知道 這個社會真的很陰暗 其實你看一下 你自己的阿sir先生就知道 其實都是很多 是老財 好了 他用這個手法 事實上是有人買的 一百個人之中 有一兩個人買的 現在這樣的環境 不如真是 給他炒一下 可能最初有些 甜頭給你 你想想 再播一次第一張照片 拿著搭錢 你想想 你一個月 找個十一、二張 一個月找十一、二張 被人吵到快嬉 吵到幾十幾個小時 然後那些人又不是 吵到哪些錢 又說那麼大 是真的有一個吸引力 吵到人家 難道個個都假嗎 那些生活是有多 奢華 又說去買車 吵到你了 只要投資 否則我就會成勢 做這個 吵到你了 什麼筋車呀 孤雷呀 好了 吵到你了 那些手法 騙到什麼 你覺得 其實就不止年輕 也不止師奶 因為我真的見得太多 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不斷去吵她 你也吵吧 因為老實說 這一節我想說的就是 香港 大部分人 可能包括我們自己也好 根本就是這個想法 不過我們沒有說大頭說話 我們經常說職業無分貴賤 每一個人的才能不同 OK 於是去做執子皮 其實都是為社會父母 你為什麼要笑人 大家真的去問一下自己 其實你是不是真心這樣想 如果你是真心這樣想的 那為什麼 你希望你的子女會做一個 起碼依除你的興趣去發展 香港人如果能夠發展到 父母是真心覺得 給他的子女去追求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已經覺得很好 是連這件事都不給 香港的父母就希望子女是生活得安穩的 而不是希望子女是可以追求 他自己想追求的東西 為什麼呢 那件事踢球沒用的 不如讀會計吧 如果讀書不行 有時就好像那個 因為有時自己都怕自己會講大 這些說話 好像那個就要辛苦 他不夠膽量 但其實言下之意 你根本就真的看不起 但是呢 好像我們這樣 你們兩個走一走未 聽著我說 去到四五十歲 我們就會發覺人生真的有很多滋餘 今天真的不知道明日是 好像你說 你以前的poly的同學 那個許晨毅 許晨毅 他現在拍這套足夥記 都要 我想他自己個人的所得 我不知道公司是否去還是怎樣 不要說一億 只是這套戲 他都可能有幾千萬學袋 在閹雞過月 還是為了幾千元去籌帳 OK 因為閹雞 他不能夠富裕 是有他的道理的 第一他不是看錢那麼大 第二他不喜歡應酬 他躲在深山上 用一些十幾年前的軟件 來應付今天的工作 加上閹雞的名字是慢 香港的社會老實說 快和騙人 閹雞一定不會騙你 他的功課 他的作品 那就是難看 OK 原來人生有很多滋餘 又可以是太太離婚 又可以是一些世事的變故 譬如我以前學獎牙 是一個決定 那獎牙沒有了 那獎牙沒有了 於是父母有病 就借了錢 你是不知道什麼事 於是由天堂上那麼高 就跌回到現實上 你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OK 未必是你想做的 但如果能夠做到經驗 咬業 能夠是一分一毫 是合法 是貢獻自己的力量 去得的 其實是真的沒問題的 但是這個Garrett Trey 他 就真的赤裸裸地 把我們心底裡的黑暗面 暴露了出來 特別是不看我們這個節目 因為我看我們節目的人 會覺得好些 但不看我們節目的那群 含家屬住在羅便臣 搬鹹道的那群中產 即是我認識太多 包括鱷魚都住在搬鹹道 你有沒有能夠真真正正 可以用一個 其實看一班幼稚園生就知道 這個Garrett Trey 這個態度 我告訴你 是吸引到人 亦是真的很多人這樣想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追擊他 他能夠說出這件事 亦有人真的這樣 可能會叫他 給他投資一下 正所謂 他所說 你懂得投資 四五個東西 慢慢慢慢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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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香港人一定會拆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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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他經了市場一次 都發覺要用心 有些事實一點要用心 讀好完成行業才這樣 市場上原來那種真正 因為他為什麼有一個呢 用了什麼模擬軟件 模擬軟件贏到幾千萬 怎料他一落牆 你媽媽兩天都出事了 說真的 模擬 等於我們說模擬去買馬 我們常常說不要賭 別賭 你自己有大話題 你媽媽一號同德成什麼 今次你發覺 中足一個月 中足一百元一百元變成三千七百六 來到了 真是的 來到了 真是的 不是三千七百六 是一百元之後 第二天又開始一百 不是的 通常是一百輸了二百元 哪一二百變四百 四百變八百 然後到一千六的時候 到訂 因為你要記住 當你真的買錢下去 跟你玩虛擬 是兩件事 你就是會受了你的情緒 鑄馬各樣影響 然後股市這家事 老實說 作為一種長線投資 很多分析 很多 很熟的朋友 最後等著我們去賭馬 馬平人 馬股平人 馬股平人都是 閒錢玩一下就好了 就是這個意思 時間差不多 第五節回來再說 有你無你 做你自己 低俗頻道 我低俗 但我舒服 就能夠接受到你 低俗